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基辅妇产科医院持续努力接生婴儿 乌克兰企业和志愿者也纷纷团结 发挥所长 建造防御装置 阻挡俄军入侵 轮班制作免费食物提供给前线 而逃到波兰边境的难民 也弹奏钢琴加油打气 展现出不受战争屈服 坚韧不拔的一面 战事军事卡车不断前进 在俄军前往乌克兰的道路 到处可见断壁残垣 自2月24号 俄国总统普丁宣布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起 乌克兰全境多处惨遭炮火袭击 百姓陷入无情战火 医院也首当其冲 孕产妇被迫进入地下室 新生命就这样在炮火中诞生了 在战争的墙压下 乌克兰当地企业和志愿者团结一心 尽己所能 保家卫国 一家位于首都基辅的大型建设公司 自发性的组织工人 将建筑工地的钢筋和大梁 制造成有捷克刺猬之称的巨马 抵御坦克等轮式车辆 一周内造出了110座 不仅首都基辅 乌克兰第二大臣 哈尔科夫当地的住宅 大学和医院 皆遭受炮火袭击 随地可见的导弹碎片 却让当地民众更加团结 夜以继日的工作 努力让食物和基础生活物品 能够正常供应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 自俄罗斯入侵之后 在十天内已经有150多万 乌克兰难民进入邻国 是二战以来 欧洲发展最快的难民危机 在波兰科尔佐瓦的难民营地 德国钢琴家马特罗 日前带着钢琴到此演奏 抚慰人心 吸引一名乌克兰女子上前参与 我知道 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 是的 我明白 自述三天没有睡觉 即使身心疲惫 在马特罗翻阅手机乐谱的协助下 乌克兰难民也要弹奏皇后乐团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期望和平早日到来